張曉雯 文化財務 李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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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財務 今天請坐一坐 那個 大家好 就是 請這三位 就是兩位 今天有兩位語壇人 然後他是馬鈺安 他是主獎人 對 那因為 我叫江映茹 就是我平常是在做一些算自由報導 對 因為我想要做一些 自己想要做農業議題 所以就是之前辭職 然後一年多來 自己都在跑相關的議題這樣 所以就認識他們這些 那因為他們對於青年跟農業 這兩個怎麼樣去結合 他們其實有很多很棒的一些 一些實際的經驗 他們有很多實際的經驗 對 然後他們知道的東西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到底大家想到的問題 他到底背後的狀況是怎樣一回事 對 那我自己除了做獨立報導之外 我也在做一些台中市重化區的調查 那自從做了重化區調查之後 因為其實為什麼會跟青年農林會有關係 是因為我在訪問農林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農民他會覺得說 台中市要做重化是政府的一個政策 他沒有辦法去改變它 但是他自己到底為什麼會同意參加重化 他們其實不一定會希望說農田變成房子 可是他們就是因為 他們就是直接告訴我說 我在那邊種林種這麼久 那我的下一代沒有人要做 那既然政府要重化的話 然後之後價錢又滿好的 那就同意吧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青年從農 就是因為青年他們對 就是大家對農業會有不一樣的一些了解跟想像 那跟老農他長期以來他面對的那個困境是 會有一些可以去轉變他們的地方 那也許我們多一些這樣的經驗討論 然後多一些人能夠去走入農村 去跟農民做一些交流 那也許他們的想法就會被改變 對啊然後叫我自己接下來可能會到大陸上 就是半農半叉就是跟一些朋友 想要多找一些人去種田 那也是希望說我自己做得不錯的話 我接下來遇到農民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他說 欸我現在自己在種喔 然後我種了很多的東西 那我怎麼樣去跟其他人做一些合作 然後讓農業他的價值提高 而不是說像農民一樣就是 以前就是覺得說 我薪這麼多 啊價錢給他帶 這樣子就是讓藉由自己的經驗 然後加上透過陶提也調查 可以跟他們有一些互動這樣 那也許慢慢的就是 這些環境突然被改變 對好那今天呢 這是今天的這位 這位是主角 然後這兩位是羽潭人 對然後羽潭人他現在是在那個 台北的微鳳超市服務 對然後他原本是畢業於嘉義大學 那個行校運酬研究所 對然後他他研究的東西是 就是跟通路產校比較有關 所以上個月有請他來談產校的一些問題 對然後所以之後的話 也許看還有機會可以再更深入跟他 跟大家談這樣 然後另外這一位呢就是和家好 對然後他現在是算就是農村再生 他擔任一些講師 對然後他自己 因為他之前是做非驗證單位工作 所以他對很多有機驗證啊 然後跟農場農地實際的狀況 他還蠻了解的 對然後加上他有到處去做一些驗證 所以有一些經驗可以跟大家交流說 到底各個地方他的農村的一些 到底遇到的狀況或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這位就講了馬鈺 因為他現在是在大獎種田 對然後他自己也跟附近的農民 就是做一些合作 然後讓農民能夠有一些種作啊 然後能夠有一些比較合理的一些銷售的管道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的時間就先交給馬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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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青年重溶這個議題 關心這個青年重溶議題 大概有一些年 一些時間 但最主要他的問題是 就是我是青年 如果今天有一根商人 就是說 我是一個商人 然後我要賺大錢 就不道德啊 不要臉 比如說 這怎麼敢講這個商人 然後什麼薑本求利 你怎麼敢吃辣辣講這個事情 我們敢吃辣辣的在講 我們是青年重溶 所以我們為青年重溶發聲 是因為本身這個佔了一個 好像弱勢的一個角色 或是他是一個 看起來他在社會的接受程度上面 他比較不被大家接受 所以我很希望 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不是只告訴大家這個事實是什麼 而且同時的是 為了我們自己的服務 這樣講起來 你不然會不會覺得 還不是一個自私人 好不好 我自己在大獎種田 我有一個提根字畫 你可以Google 可以Google到字很小 就是怕大家一直Google 然後一直 對 去年的時候 農委會選了一百個青年 農民青年 然後也是其中一個 謝謝政府的關照 這邊有一些來自政府的朋友們 歡迎你們 我自己在中心大學 我是博士候選人 所以有時候 站的角度不一樣 自從我成為農民之後 我發現那個感覺特別不一樣 我在跟政府官員在講話的時候 我發現 哇賽我還有力道 OK 好 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要的 就在講青年從農 然後我們從人口為之下 台灣 來看台灣農業廟 為什麼講這個事情 就是 我們要仔細 我們來看下一個 欸 不是曹那 你要曹這 OK 農業的核心就是人類 農業的核心是人類 你可能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議題 在講農業 比如說你會聽到土地正義 聽到什麼糧食安全 或者很多不同的概念 如果這個農業裡面 沒有人這個重要的角色 這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點 只有人類才有農業 所以你可能會想說 某一些生物 他可能會因為他的共生的狀態 他可能會去培養什麼樣的事情 這是有的 可是他從來不像台灣 不不像人類一樣 就是 可以這麼多元的去養不同的東西 而為了目的就是要讓人類 可以不斷的延續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他事情不是那麼重要 OK 如果不是跟人有關的 直接核心關於人的事情 它不是那麼重要 還有就是如果是人的事情 我們要先關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原則 好 人口危機加農業 有那麼嚴重嗎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就是 在講青年農民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說 有沒有搞錯啊 外面那麼多老頭 你不講 你就講什麼青年農民 你哪那麼重要 我不知道 就各同不同 不斷的想法 為什麼會這麼想 其實我們國家的政策 很多的政策 事實上就是補助老農啊 或是很奇怪的補助方法 或是支持 不是那種永續的方法 那我們就必須來去思考 到底 人口危機 和農業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結合 它會發生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我今天比較主要在談 就是這個現象 那我們有與台人他們會去 回答大家 各式各樣的農業問題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就多有點時間 讓大家問問題 好 事情從一個事情開始 就是有一天呢 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想 唉唷 對 我怎麼是單身 唉唷 他怎麼是單身 這個很有意思喔 就是 他怎麼是單身 我怎麼是單身 奇怪 都快三十歲了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好 我們就在講農村的三丹 有些人在講三丹 是講什麼 單什麼 農村三丹 新三丹 單雙塊 單人窗 單柏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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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成 孤掌難明 孤枕難眠 那我們就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 唉 一定要一點作為 為什麼 因為本質上不是找不到太太 本質事實上是 這個 這個 統計樣本太小 不知道你有沒有學統計 樣本太小 母體不夠大 所以這個 沒有辦法找到合適的 唉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要討論到底這個樣本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這個人口樣本是怎麼一回事 好 因為我們就各自寫一個文章 然後各自寫一個文章之後 就在上下游播了出來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很好玩 那你可以去看這個文章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那我講的比較正經到 你同樣可以去對一看那個 楊凡凡在寫的 那你還有意思的 OK 好 事實上嘛 事實上 補充一下 事實上 因為國外的政府 在做這件事 力道比較強 還有一些什麼節目啊 什麼幫榮子找太太 還有意思 OK 好 那 所以就話題上就登出來了 聽說最近這個 碩士女農村 這個好像已經戀愛了 恭喜她 OK 好 我們再講一件事 剛剛在講人口 還有在講 就是人口結構 或是講人口危機 其實直指的是什麼 老年化社會啊 這是老年化 這是老年化的社會 這是世界的老年的人口的分部 這個是在2020年預測的結果 你可以很快的發現 年輕的地方會在非洲 如果是在發展中國家 他的年紀會越來越大 如果是越來越大的話 如果我們直接看 世界農民的平均年齡 大概就是60歲 那可能有一些國家比較年輕 有些國家比較 年紀會比較大一些些 那這個就好玩了 憑什麼他的農夫年紀會比較年輕 如果他是一個農口老化的國家 一樣的老化國家 他憑什麼比較年輕 他什麼條件 他什麼政策 什麼樣的環境 好 八十五十二歲 美國五十七歲 非洲六十歲 日本六十六歲 好 有人告訴我 台灣幾歲 六十五 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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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就打在另一個地方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看數據 好 有資深的國民 就有更資深的農民那樣子 我們用資深掛號 好 你就知道我們避免講什麼老不老的 好不好不好聽 資深的國民就有資深的農民 好我們放一個video 按一下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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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喔 它不是quip袋 可以開 好 你 裡面有拿拿 好 居然沒有連結 哪八線 那我自己配音喔 好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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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完全沒有跟著經驗的馬鈺 好 他們沒有辦法擺平 你們看字幕好了 好 好 你要看這樣 他氣勢 他說我以前是這樣 會不會 欸好 站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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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不可以 做完掛完 人家說要做音器 白痴 一塊兩張 一塊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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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暫停了啦 把你聲音的出來 好 這gay掰的樣子 把它看一下 可以關掉 好PPC 是嗎 好 剛才這個不要P 放在前面這個就好 因為這是簡潔的 可能會忘記 因為事情很 教育教育 他聽著的 前面 前面教育那個七十幾歲 這個是關鍵 前手祖父的皇帝時 中田後一甲子的佛父 是他的指導老師 長久以來 以慣行農法工作的佛父 對馬鈺安 孤獨耕作的田間管理方式 一直無法認同 在校壇中 可以看出兩代之間 裡面的差距 我還要在校壇中 就開始做三次了 要七十幾歲 你還要看 可以再六十幾歲 是 是啊 七十幾歲 以前我也要看 我老爸担起來 我老爸担起來 我担起來 担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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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担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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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也開担起來 沒有 有無閣 我們不能在校い 我有幾年 有阿 這時間正做的 沒有 她們要做幼稚 ak 要做幼稚 木頭 一個倆 兩個倆 對 一個倆 一手沒 через年 好 謝謝 謝謝你 OK 好 主要讓大家看到一件事情 這是我剛剛第一年在種田的時候 他們在講 我的伯父在講你第一年種田的情形 我們第一年種田在摸索的過程當中 的確很多的時候自己不太知道什麼使用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還是生疏 那你以為發現我田間的老師 田間的老師是一個七十四歲的年齡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的 你幹嘛不找年輕人 我去上哪找年輕人 你知道我的林田的一個阿伯 他是也是七十八歲 我在想我怎麼樣跟他溝通 他永遠都聽不下去了 他沒有辦法了解說為什麼 我不用農藥在思作 他沒有辦法去想 當今天政府沒有要收二騎道座的 這個戰勝道的時候 他該怎麼辦 很多的彈性他失去了 那甚至他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這個當氣肉軟化的時候 收成可以這麼差 如果做法不再調整的時候 這個怎麼樣可以達到 我們在看剛才在講 這個台灣的農民的年紀那麼大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可能我看到的是一個稻舊的情況 稻舊因為百分之九十幾的自動化 或是說機械化栽培 以至於我們的稻農的平均年齡是比較高的 這個在日本也是同樣的狀態 那到底在這個 以統計的數據來看的時候 到底是怎麼一樣的狀況 在這個地方我有六個畫六條線 六條不同的人口年齡分布 大概從九十九年的農業普查 每五年中華政府會做普查 然後再來人力資源調查表 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你不管怎麼樣看 你會發現除了農戶戶內十五歲以上人口 在這邊的分布會比較多一點點 基本上有從事農牧業工作者 在這些部分都很少的 那你發現這個地方非常多人 非常多人 他是一個偏態人 甚至你去看平均根本不太準 對不對 他是一個偏態人 他當他偏態的時候 他說這裡是六十二點二歲平均 意思是什麼 這裡的人口跟這裡的人口 加起來是一樣的 平均耶 這麼多人 那這樣子很可怕 他會影響什麼 六十二歲 基本上你在外面工作 上班也要退休了 可是你居然還在這個職場裡面 你還是社會主義 你還是這個職場的主義 那當然很多情形就不太容易改變 很容易講話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一個 就是這裡有很多 其實有很多我們可以細講 不過我等一下 大家有一個image 等一下問問題就好了 對 好 未滿15歲人口佔農木戶人口中的13% 如果按照一半的話 一般大概就是社會上的一般家庭裡面 就算我們是老年的話 我們大概是15%那樣子 就是有2% 還有一個差異 也就是 再來 65歲以上的人口佔農木戶的20% 可是全國才10% 你知道多了10% 這10%就是 大部分全國的老人都到冥村了 是不是多了10%那樣子 所以這個比例就比較多了 OK 好 農村 年紀的少 老的多 那你會說這是一個台灣就是 就是沉香差距啊 我不知道你怎麼可以想像 這是沉香差距的一個問題 今天台灣在任何一個地方 他的坐車 在一個小時以內可以到市中心 好 沒錯啊 可是也許新生兒會生在大都市 那邊有好的條件 的這個 這個 教育環境 可是我認為 這麼大的比例 是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它會影響就是整個在農村的發展 你農村幼稚園開不開城 沒有開城 如果農村幼稚園開不城 那我去哪裡生 我的孩子去哪裡上學 對不對 這是很誇張 你知道日本有一個經歷 他們人口老化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因為新娘不容易嫁到這個村子 可是這個村子是種 種 好像是種蝴蜜葉吧 就是年收入是 平均是六百多萬 就是台幣 那可是就是沒有人 就是年輕人找不到太太喔 所以怎麼辦 他們只好 那個村長只要想一個辦法 怎麼樣讓這個公車可以到他的村子 怎麼樣可以有 就是那個 學齡前的幼童的照顧 照顧的系統 然後有圖書館可以開放二十小時 什麼時候 這些想辦法讓他變得很便利 以及讓外人口可以進來 回到村裡面 可以工作 可以成為生活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們沒有在談一個事情 是談就業環境 我們不是在談一個就業環境 我們談一個是生活環境 好 它是一個生活環境 我們如果再看一下這個比例 內別名稱不見了 好 奇怪 怎麼會做這種PPT 好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外面人口 外面的工作人口是一千多萬 農業人口 農業工作人口 是五十幾萬人口 這樣子 五十幾萬人口 拉到這個地方來看年齡分佈 我真的搞不懂 為什麼會這樣 好 我們可以看顏色 就是看顏色 灰色就是十五歲到四十歲的工作人口 在一般上班是這樣子 農業是這樣子 非常大 極具的比例 就是很簡單的講 就是到農業來工作的 來做事的人的平均年齡 是比較大的 可是很吊詭的是 這是一個極意需要 體力的工作 還是一個極意需要 這個勞動力的一個市場 這樣子 如果我們以就業來看的話 那以生活的話 好像是不是 意思代表說 老年人在農村過的生活比較好 這是很奇怪的概念 因為你可能又要找醫院 這是很奇怪的概念 也許大家可以聊聊這個事情 所以它就是很大差異對不對 好 現在有一個詞 這個詞要介紹給大家 叫做經常蟲農主義農家 在中華民國政府 它會做一個統計 然後在主機處會公佈 這個報告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想得到 在我們的農 我們在講農業人口的時候 有時候我剛剛提了六個概念 六條線 六個對農業類人口的分布 那你會發現像投農堡人數就很多對不對 可是你馬上有個概念 我講投農堡人數 啊你在講農業 你馬上有個概念 他在講農業 那到底什麼樣子的一個數據 它是比較能夠產性的呢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經常蟲農 清常 經常蟲主力農家 就是大戶 主力農家它代表的就是 收入二十萬以上 然後戶內有六十五歲以下的從農者 他就是主力農家 好 注意喔 一年收入是二十萬 然後你的家裡面有一個六十五歲的人 他就算他可以是主力農家 那這個抽樣 他不是抽樣 他是從我們的普查報告裡面去看 每五年中華民國會做普查報告 所以他去找這些人 然後他去做 經常從農主力農家 就是大概有十萬人 所以這個十五萬就開掉了 變成十萬人 好 他的門檻是什麼 門檻是 全年從事農業工作 在九十天以上 戶內有六十五歲以下的從農者 好 所以我們剛剛又提到一個概念就是 如果我們把主力農家的概念 講比較透徹 就是說 他不是只有他的收入 或是他的這個勞動力 他也包含了就是 他到底工作多少天 那你有時候會想 那這樣子想想 是不是經驗農政那麼多 就是他如果是種水果的 他一年可能忙的時間 真的不是那麼多 不見得有九十天 或是你會想一些 今天這邊講的就是九十天以上的 所以他說經常從農主力農家 經常從農主力農家 會被特別去講是因為 他每家全年農家收入平均是一百六十九萬七千元 他佔整個農家收入比達87% 也就是今天大家大部分吃到的農產品 有87%是來自於經常足利農家 那這個數據是很重要的 我不是特別要講說你種田體驗 或是種田for fun 或是退休生活 有什麼樣子的不好 我不是在特別講這個事情 我只是主要在講 就是這87%的從農者 應該是被關注的 這87%就是產 87%應該要被關注 因為他生產了87%的農作物 所以你應該要關注他到底 不然你的食物來源 還有你食物品質就會呈現問題 對不對 好 下一個 好 那主要的工作人就是十萬人 十萬人我們如果再看剛才那個數據 我們就會發現65歲以上的有23% 15到24歲幾乎沒有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邊是 他寫錯了 他寫錯了 65歲以上 65以上23% 然後44歲到64歲是賺大筆 這叫65%的筆 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44到64 然後中間那個就是25歲到44歲 他佔了一個比例 他只有一萬兩千人 他只有一萬兩千人 如果我再講一個比較誇張 就是這一萬兩千人 是25到44歲 如果你去看要維繫 你大家都很明顯嘛 他就是可能是陪伴你一起 生產作物 然後你可能活了20年 過了20年之後他也活著 然後他就是跟你一起成長的那些人 就是跟你一起成長的那些人 現在只有 就是供應你習武的人 只有一萬兩千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感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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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還沒什麼啊 叫一個那個進口的來 他不是一個就可以解決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還要討論 為什麼年齡分佈不輕 均在農業是特別明顯 對產業有什麼影響 那到底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年齡分佈 對產業有什麼影響 如果主義人口 主義的工作者 都這麼少的話 OK 好 2018年人口進入負成長了 就是 這個要講一下什麼 好 等我講 我講 人口進入負成長 就是出生叫死亡 死亡一年過 死的人已經比出生還要多 那當然再多年輕人 就是 大概也稍微把這個數字放進來 就是說 這可能不是只有農業 各樣的包括健保啊什麼 都可能都是有影響 2060年 很可能我會活到2060年 我會活到2060年 那個時候 我可能也是65歲 好 那這個 以上 那人口 老人比例將達42% 然後 那人口會降為1800萬 好 那這就是一個曲子 就是大家比較沒有生孩子 然後 這個 死的人 又慢慢的死 就是會產生這個曲子 好 那這樣的曲子下面 跟我們剛剛提的這個人口 的distribution 人口的年齡分佈 到底是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好 我們看一下預測 這個 有一些預測 他們在說 只有六條線 四條線 他從 2011年 2020年 2035年 2050年 這個PPT有點 沒有這麼解析度那麼好 好 他在講一級產業的時候 他講說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級產業裡面 如果全部的有一千多萬的人工作 然後一級產業的時候 幾分只有在一兩趴 在 年輕人這個地方 20到29歲那樣子 好 那如果我們仔細看這個人口的話 你會發現 2035年的時候 他為什麼可以產生 就是 我們再把那個稅數跌上去 他為什麼產生 14萬人 怎麼達到的 如果你的政策 如果或者是你的環境 天然環境 沒有 讓大家繼續從農的意願 怎麼產生14萬 很顯然的 他只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會越來越少 你到田裡面的時候 你突然投入農業的時候 哪來的地 哪來的資金 甚至你沒有社會認同感 當國際上在談論 為什麼青年從農 不容易從農 他會提到 就是土地資金 還有社會認同 我認為 土地和資金 它不是這麼不容易跨過的門檻 可是我認為 長期世代夫的觀念 中國的世代夫觀念 會讓這個 這個鴻溝 這個gap會越來越大 就是 年輕人不願意嘗試農業工作 他學了教育 老師不當的告訴他 這是 第二月兵 第二遭隱形 那這個不是很好的見識 它一定要有一個機制去面對 另外的是 假設我們在這件事情 再看一下這樣子的一個數據的時候 我會發現 到2035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 藍色這條線 他的人口會下降到 就是這樣 這個年齡層的人 會下降到1.7萬人 那這個也是很可怕的 如果是以這個 同樣的數據 我們今天的數據也很多 有時候很難 把同樣時間拿來比 就比較這樣子 不過大家可以看 就是以同樣的數據 在比較的時候 同樣預測方式 在比較的時候 可以看 至少 這邊是 兩萬五千人 變成 一萬 一萬七千人 兩萬五千人 和 一萬七千人 差別差在 就是 我在田裡面的朋友 本來 我在我做年齡層的時候 我有三四個朋友 跟我一起工作 等到我兒子 他從事的時候 發現他 他找不到三四個朋友 他找到一兩個而已 這兩個不是 那你人際關係不好 不是 我在講大環境 記得我們剛剛在 在開場的時候 講的一個事情 農夫找不到太太 原因是因為 就是 環境不夠好 他沒有好的 這個simpling的一個空間 甚至你的交友 你的交友就是 比較少了 你的朋友就變得比較少了 跟你一起合作的對象 變得比較少了 甚至競爭者都變少了 對不對 競爭者都變少了 好 那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也沒有競爭 這個不會競爭 我們繼續看 目前 這個結論就是 大概十二到十七趟的青年農民 我們說十五到四十歲 當然青年農民這個定義 這是很廣泛的定義 有時候 我今年就是去年的時候 是那個農委會 一百個青年選出來了 那我發現也有那個 像大學剛畢業的 二十出頭歲的 也有四十四歲 你知道那個 勞舉非常大 好 那最近他們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親子座談 那我就想 哇 親子座談 那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親子座談 爸爸媽媽來 五六十歲 所以那個四十四歲 他爸爸媽媽來 不知道是怎樣 還是他帶他兒子來 其實 一直這麼談 對 爸爸 工作很忙 都沒有時間照顧我 講就是嗎 不知道 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OK 好 他們是弱勢中的弱勢 他就會是弱勢中的弱勢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講 那個人口變少了 我們又是選票制的國家 一人一票啊 那你告訴我 一人一票 我的票是不是變少了 我的票變少了 我沒有在談未來 我就談現在就是 票就是少了 同時 確保童年層當中 一級人口與 一級產業 什麼 就業人口持續增加 就是我們怎麼樣做這個事情 到底要該怎麼樣做這個事情 就是 一級產業的人 怎麼樣才能繼續增加呢 如果按照剛才的那個 推斷 他會隨著時間慢慢的增加 可是你告訴我 那個方法是什麼 你說他大會境外改變 他可能會因為社會上面的 這樣子轉 所以有一些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那是啊 十年河東河西 那你告訴我河東河西 的理由是什麼 還是一百年河東 一百年河西 那就是不一樣囉 好 沙子化沖會在勞動人口 也會在農產品的消費人口 當我們專注在勞動力生產的時候 也專注在未來這個消費人口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的農產品透過 因為沙子的話關係 使用的人就少了 市場變小了 不要說使用的人口變少了 我跟你講趨勢是不一樣的 我今年在去年在越南的時候參加國際研討會 我們是在學生養殖的領域裡面 他們在提到一個事情 因為在東南亞是一個人口 現在正在人口紅利的一個階段 所以它所生產出來的農產品 能夠符合這樣子的一個現狀 或者是它要符合日本的市場 這個就是不一樣的 它生產出來的是符合日本的市場 還是符合它自己的市場 因為日本是一個高齡化的國家 那這個就會影響它的整個策略 它的栽種策略 但很有可能 某一些品種 會因為這樣的策略上面被犧牲掉 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老年人口增加的時候 你的米就不能種太Q 就不能種太Q 要夠軟 那你說這什麼關係 市場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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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奪了我的生活權利 你怎麼可以忍受這個事情 你不能忍受 你必須要究竟反應 不管怎麼樣 我們剛才講人口問題 還是農化 還是分佈 或是農產品要賣給誰 等等這個問題 不管 只要是牽涉到 人口分佈 我們必須要 我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更少的人口 將管理更多的職業 這會是一個最重的承擔 我自己在田裡面工作 那我常常發現一件事情 最明顯 就是那條水溝啊 我田旁邊那條水溝 怎麼會是我管的呢 就是你知道過去可能這條水溝 有一百個農民在搶水 裡面乾淨溜溜不會有垃圾的 可是現在垃圾依舊 只是管理的人只剩我 撈垃圾的是我 弄雜草的也是我 除淤泥的也是我 連管那個水又不要來都是我 那其他農民為什麼不做 他也用我的水啊 沒有 因為他老了 年紀大了 他沒有辦法經得起你的折騰 更多的資源需要管理 農業環境一樣的詭譎嘛 對不對 一樣的詭譎 你有環境污染問題 失誤安全 糧食自給率 防檢疫能源危機 國際自由貿易 氣候偏遷 最近很好玩 他們在坦論為什麼大家要插秧 要插秧 割道啊 奇怪 恩貝晋三都開插秧機 我們政治人物就很奇怪 就是要這樣子弄 當然有一些那個啦 幽默一下 幽默一下 那他有很多的原因影響這個事情 我們等一下再講 可是 最主要一件事情是 我們怎麼想 都會覺得 恩貝晋三很用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很用心耶 他一邊跟人家說我會插秧 一邊還說我們國家都是生產 插秧機 好 那 那 就是 你看這個 我就不知道啦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說你 就是 笑得很開心 第一次種田嘛 好 當我們的農業沒有年輕人時 到了一個 你知道那個 玉蘭花 玉蘭花很特別 所以 在還沒有開的時候 沒有什麼香味 當它開一點點 這香味就非常濃 如果開太大 整部屁股 葉子會掉下來 我說 當我們的農業沒有年輕人時 就是 273年前 鍋錫油 蓋的柳公俊 八十年前 雞田兼雄 蓋的白能俊 八十三年前 八田移 蓋的江南大俊 不知道 回去何從 也許 漸漸失去灌溉工人的水墜 會成為 多次計畫中的 大牌 對不對 大牌 在台北亞 像是大牌 好 當我們的 農業沒有年輕人時 不管是台灣的稻米 曾經有數百種 還是現在數十種 熱農品種 都會慢慢在市場上消失 錢人努力 育成的水果 青菜 瓜果 更新類 花卉加齊加素 也會慢慢被遺忘 它就會變成 主力的 因為沒有人力可以維持 這個事情 當我們農業沒有年輕人時 國家指示年的農家政策 不管是收 修根補助 保駕收購 肥料補助 這是很爛的政策 哪怕是防疫 農業科技 這個產消調節 沒有好壞的評判 沒有辦法評判好壞 因為什麼 沒有存在的價值 沒有存在的價值 沒有人要去維持 投入地區農業無名 我相信 我堅決明白 一個國家 製毀農業的過程 就是一個 沒有良好 青年人充政策 他是思維的 欲欄化 過去的錯誤 青年只能承受 但是你可以決定 以後的青年 不需承受你的爛攤 那樣子 決議 你可以決議這個事情 不讓後面的青年 承受你的爛攤 怎麼弄 青年團結 團結 就很厲害 好 大家一定有心理會有很多的疑問 那因為我答應他們 一定要趕快講完 然後大家問問題 又有發現問問題太有意思了 有些事情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可是我們希望今天 基本上我們把農業現狀 告訴你 而且把一個人口的趨勢 或是土地爭議 或是甚至是水溝分配 這太多有問題了吧 到底叫哪一個人來弄 而且如果沒有人弄的時候 就隨便讓人家上下請手 這個事情太多了 當水溝沒有人來管理 水溝水泉就停了 水就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排到工業區 去被人家做工業用水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就把項鍊的時間 交給我們的隱藏人 讓我們來問問題